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神经旧长老在美国加州Redland,California,传播。 我是基督复林安息日会的教会。 我今天非常的感谢主,我能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福音。 我有很多朋友都生病了,还有很多很多都有不同的病态。 那我觉得我们能够有今天实在是很福气。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说,我们明天还会有明天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更需要主。 我们需要主基督,需要主基督的能,需要主基督来做我们的朋友。 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 当然,有好几个都在痛苦啊,在忧愁啊,在种种的环境之下。 我也会跟大家祝福啊,祝福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祝福啊。 是不安全的 怎么能够安全呢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不但是不平安的社会 就是说很危险 到外面去 我们都不知道说 什么事情会发生 那么多的坏人在外面 那么多的车祸 那么多的不幸的事情 往往都会发生 还有就是说 很多冒健康的危险 就是说我们随时都会受到 这个病啊 病态啊 什么种种的病啊 我们都不知道说 我们谁啊 明天会得到什么病吗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种种的事情发生 就我们这个生命啊 非常在这个世界 能够活下去啊 是非常的感谢主 是非常的感谢主 可是呢 一方面当然我们 我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 我们不但是要求主 祝福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还有就是说 我们也要做一个准备 做一个准备就是说 万一这个不好的事情 发生了 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 所以今天非常的重要 今天非常的重要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福音之前 请大家跟我做一个 简短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呀 今天我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我有这么一天 有这么一天 能够为你服务 也能够为大家服务 我这方面 我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你 非常的感谢你 我这么大的年纪 我还有这个能力 来为你服务 这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 讲不出 讲不完的感谢 主要希望我把这个福音 圣经里面的教训来给大家分享今天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相信主 希望大家能够把整个生命都放在主的面前 主要请你引导我们 请你责怪我们 这样的话使我们能够能够醒悟 能够知道说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走 所以今天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同在 因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来看看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说 天国毕竟 当你学之和主耶稣基督 合成一体 合成一体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首先我又要给大家这个讲解一下 讲解有一些大概还没有听过 就是说我这个大题目 大题目是说 天国毕竟 天国毕竟 就是这个大题目 当你每一次 每一次 当你学之了 这个圣经里面的指点 什么 那你就 天国就 就 就毕竟了 就靠近了 就说 就好像是我们爬上这个楼梯 我们每一天 每一次我们听到了这个神的福音 听到了 我们就 把这个神的福音 就来学用 就来 来这个日常的生活 我们就 就用神的福音 来 来用 这样的话 我们就 进步了 进步就说 这个楼梯 我们就上了一体 就这样 常常每一次的话 就 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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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学到了很多神的福音 你学到了很多 你的相信 你的信仰 就也会增加 因为这个相信 这个信神 非常的重要 是初步 是第一步的 也是最后的一步 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信 你相信了神 就其他都会发生了 神的承诺就会发生了 因为你的信 你因为你相信了 你一相信 那个万能 神的万能 你就会得到 得到那个万能 那个万能就可以解决 每一件东西 每一样东西 不但是可以解决 这个我们目前 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 解决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社会里边 这个社会里边 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在目前来说 因为各方面都是不好 尤其现在 那个疾病啊 疾病太多了 我今天 昨天 刚刚听说 有一个学生 是中学生 那生病了 生病了 医生就 就以为说 他是那个 叫什么 叫呼吸方面的 那个病态 那就给他 开了这个药单 那吃了药 还不好 那增加几倍的药 还不好 后来才发现了 他这个不是那个 关于呼吸方面的 而是关于癌症方面的 那癌症已经到了 他这个肺部 那这样的话 就很危险 所以年纪轻轻 也得到了 这种病 得到了这种癌症 这样就 很显明了 这个疾病啊 到处都有 疾病到处都有 我们这个周围啊 也许都是疾病 我们不知道说 是什么疾病 我们不知道说 谁会得到疾病 什么时候 会得到疾病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 是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所以这样的话 我希望大家要警醒 要警醒说 既然我们这个生命那么短 那我们有没有出路呢 当然有出路 我们这个出路就是要靠神 那要靠神 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了神 那虽然我们死去了 可是呢 神说我们会复活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一个榜样 那主耶稣基督复活了 这是真的故事 复活了有五百个人做见证 那他这个复活是真的 如果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 那他的承诺就说 我们如果有主基督同在 如果有主基督在我们里边 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复活 这样的话就给我们这个希望 虽然我们死去了 我们能够再复活 这样不是很好的吗 那上次我们 我们讲了说我们这个 好比这个树啊 那就说主耶稣基督是树 那我们每一个人是树 树和树是不是要很紧密的贴在一起 这样的话 树就不会枯干了 因为得到那个树 供应的那个营养啊 水分啊 这样的话 树就也有生命了 那我们这个要有生命了 我们就好比之 我们也要跟主同在 跟主合一 这样非常的重要 就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电啊 这个电 我们这个电 如果我们插了灯光就亮 这就是很简单的 给我们做一个样子 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这个主耶稣基督 合一插了 把这个心插了 跟他那边插了 我们心里面才有电 才会光 才会亮 是这样 那可是呢 今天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那我们要怎样呢 要怎样才能 才能够和他合一呢 这就是这一点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请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请大家来看 就是说 要如何做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去实行呢 第一点要把他当做你的好朋友啊 这个好朋友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要找一个好朋友啊 我们事先要 要要要要要对他有兴趣 对不对 我们也许他是陌生 他是外边来的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做一个朋友啊 首先要要要要和他讲话 对不对 要和他说话 要跟他要跟他介绍一下啊 这样那我们这个第二点要常跟他连续说话 这个连续说话就是就是就是祷告 祷告的方式就是跟神说话 那首先我们要跟神说话 当然我们要要赞美他 要祈求他 要要要就就 那第三点 要请听圣灵的小声音 就要听 那听的听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去听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到小声音 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圣经来读 读了我们就更清楚 更可以听到清楚的声音 第四点是要把你的经验 去跟别人分享 所以这四点 你要把你的经验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经验 去跟别人分享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你这个信心 增加你的信 对神的信 这四点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 在这个 来来来 来来看 再来看 再来看就是说 再来复习一下 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 要做朋友 对不对 要做朋友 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有这个心 我们平常的话 如果有心的陌生的 我们还不认识 还不知道 那我们要有这个心 心是说要做朋友 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很多人 说听到 说主耶稣 他们就 好像就 走开了 就不听了 其实 并不是那样 你应该把你的心打开 应该 想一想 说主耶稣 那么多人 敬拜他 那么多人 相信他 那你应该 也想试试看 应该想试试看 说来看看 来认识认识 来听听 来做做朋友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 那做朋友了以后 就要跟他讲话 就要跟他讲话 那这边的讲话呢 就是祷告 祷告 不过 不过 祷告 祷告这个步骤 到最后 当然我们 常常都要祈求 祈求主上帝 保护 祝福 种种的祈求 可是 别忘了 如果我们要 上帝的 能 到我们这边来的话 我们的祈求 我们一定要 要用 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 来说 说我们 祈求是 奉主 基督的名 这样的话 主耶稣基督说 如果你 这样 祈求的话 我就会 赐给你 我就会 赐给你 所以要记住 如果你要 祈求的话 一定要奉主 基督的名 这样 还有 就说 大概有 好多朋友 就说 我做了祷告 我请求了 怎么 都好像 没有成果 那样 我要告诉你 有一个 有一个要领 就说 我们祈求什么 的时候 如果 我们 按照 主的 愿 按照 主的意志 去 祈求的话 我们 就应该 得到 主的答案 就应该 那什么 叫做 主的 主意呢 主的主意 就在 圣经里边 就 一个 一个 要点 一个 准则 就说 如果 我们 祈求 对自己的 利益 那 大概 就 不是 不是 神的 旨意 如果 就说 你要 求 求神 给你 一个健康 一个身体的健康 给你 给你 智慧 给你有 能力 这些 祈求 都可以的 可是呢 在这个 要领之下 就说 我请 祈求 我的健康 因为 我有了健康 我就 可以 为你 服务 因为 我有了 这个 智慧 我也 可以 把我的 智慧 传给别人 去帮助别人 所以 不是 为了 自私 这个 是 很 简单的 要领 我们 要 祈求 什么 主耶稣 基督 会 赐给你 可是 按照 按照 这个 要领之下 这样的话 就 很容易 的 明白 所以 我们 可以 要求 在圣经 里面 说 不管 你 求什么 你都 可以得到 就是 按照 这个 要领 的话 你 一定 会 得到 就 好像 我 这个 本人 我这个 年纪 大了 这个 记忆力 不太好 大家都 很 明白的 说 年纪 大的人 记忆力 就 就 就 逐渐的 不好 那 我求 主啊 我说 主呀 请你 给我 一个 好的 记忆力 请我 增加 这个 记忆力 那 因为呢 我 要把这个圣经的教导啊 尽量的记下来 记得越多 我跟你服务的话 越容易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圣经里面的 教导去跟大家分享 我求你 给我增加这个记忆 不是为了我私人 可是呢 为了要 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圣经的这个教训 所以 这样的话 我就感觉到 我就得到了 神就 的确 的确就 给我 赐给我 这个记忆的增加 我现在 要跟大家 做见证 我的记忆力 对圣经方面 对圣经的故事啊 比过去好了 所以这个是 做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求啊 求 我们 祷告 我们就可以 和主耶稣 基督 啊 捷径 就好像 枝和树一样 就可以 很密切的 如果 我们 做了 祷告 祈求 那主耶稣 赐给你 还有就说 我们读了圣经 读了圣经 把圣经打开 那我们就听听 圣灵的 的引导 说我们今天 应该讲的 应该想的 心里面 要做 要做 要做决定的 不管 什么 都要在主耶稣 上帝的 那个路线 去走 这样的话 就对 这个主耶稣 基督的 这个 联系啊 就很 密切 这样就很 密切 那 我现在要 给大家 分享 读这个 这个 圣歌啊 读这个 圣歌 请大家 注意一下 这边 圣歌就 有 这个圣歌的 名字 就是说 请主 进入我心 请主 进入我心 这个 在你们 要 要 要 和主耶稣 基督 密切 的 的 联系的话 就要 请主耶稣 基督 进入 进入 我的心 那他这边 有说 我要 给大家 读读 看一下 他说 进入 我的心 亲爱 耶稣 求主 来 进入 我的心 你们 做 祷告的话 也可以 这样做 因为 心灵 既困倦 愁 患 心灵 我们的心灵 都有 很多问题 在 家里的问题 在 小孩子的问题 朋友的问题 在 工作方面 还有健康的问题 还有保险的问题 种种的问题 常常都 使我们 使我们 怀恼 愁闹 愁闻 现在 求进我的心 主 我们 请主 进入我的心 进入了我的心 我就 很平安 我就很平安 还有就是说 在我们跟主说话的时候 跟主谈话的时候 我们要把 一些心里面 都 都把它 拿出来 把心里面的麻烦 的怀恼 的 种种的问题 都要 都要拿出来 拿出来 就要 要承认 要承认我们的缺点 各方面的 要 祈求 主的 宽扰 祈求 主 主是 答应了 说 我 如果你 承认了 你的错 你要 悔改 你这样的话 我 会 给你 宽扰 会给你 宽恕的 所以 你所 做的 那些 不好的 事啊 心里面 想的 不好 是 种种的 那些 罪啊 我就 会 把它 忘记了 你这样 主 给你 清洗 给你 洗了 你的心 你的心 就 会 纯洁了 你就 变成 一个 新的 新的人了 主耶稣 说 如果 你在我 这里 我在 你那里 的话 主耶稣 在我们 心里面 的话 我就 变成 一个 新的 一个 新的人 一个 新的 照 一个 新的 那 我们 变成 一个 新的人 就 很 纯洁了 这样的话 我们 就 没有 那些 环瑙了 因为 我们 让主耶稣 基督 解决 我们的 问题 解决 我们的 烦恼 那 这边 再说下去 说 进入我 心 请 进入我 心 主耶稣 现在 进来 我们 做祷告 的时候 就要 请求 主 进到 我们的 心里 来 永不 离开 请 进入我 心 主耶稣 是这样 这个是 非常的 好的 这个 还有 我要 跟大家 再读下去 就说 进入我的 心 亲爱 耶稣 祝我 走过 艰苦 四路 走过 艰苦 四路 罪恶 单止 沉重 难 被 负 求主 进入我 心 基督 进入我 心 进入我 心 请 进入我 心 主耶稣 你这样 祈求的话 主 上帝 是 非常的 高兴 还有 就是说 你要跟上帝 讲话的时候 你就说 持爱 救主 听我 恳求 听我 恳求 莫将 我 拒绝 莫将 我 拒绝 既有 别人 蒙主 选招 也 求 拯救 我 求主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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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 我 恳求 既有 别人 蒙主 选招 使 我也 得 教 这 都是 非常的 很有意思 还有 就是说 这边 让我来到 施恩 作前 接受 你 恩典 接受 你恩典 这样的话 就表示 你是很 谦虚 你的 前程 前程 跪下 忧伤痛苦 助我 信 更坚 更坚 帮助 请求主 耶稣来 帮助 我的这个 信 更坚强 求主 求主 救主 救主 请听我 恳求 既有别人 蒙主 选招 使我也 得救 这个 这个 非常的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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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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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有 跟大家分享的 几个 几条 那个经文 请大家 再看下去 这个 在这个 什么 这个 圈 圈 圈 十八章 二十四节 说 让交朋友 的 志取 败 坏 但有一 朋友 比弟兄 更亲密 就说 主耶稣 比弟兄 更亲密 请大家 试试看 来跟主耶稣 做朋友 以赛亚 五十四章 第四节 大三 可以拿开 小三 可以 圈移 但我的 慈爱 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 月 也不 圈 平安的月 也不 圈移 这是 灵 属 你的 耶和华 所得 所以 这个 主耶稣的 慈爱 是 是 不会 离开 如果你 这样 请求 他的话 好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就是说 启示录说 第三章 第二十节 看 我站在门外 叩门 若有听见 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 他那里去 我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 作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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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这个 主耶稣基督 非常的 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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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虚 也非常的 希望 他这个 在你的 门 门口 悄悄 叩门 就是说 在你的 新门 在你的 这个 新房的 这个门覆 悄悄 叩门 就是说 他 叩门 他是希望 能够进到 你的新房来 希望 把他的 慈爱 给 给你们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要 要 要 把 这个 新房的 门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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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主耶稣 就能够 进来 能够 进来 你就 这样的话 你和 主耶稣 就很 密切的 密切的 同在 你和 主耶稣 密切的 同在 你就 可以 得到 祝福 你就可以 得到 他那个 要 赐给你的 力量 这个力量 可以 解决 可以 解决 你各种的 问题 这个力量 使你的脑筋 也活泼了 还有 这个力量 可以安慰 你 在圣经里面 说 如果 如果当我们 觉得 软弱 的时候 你得到 主耶稣 基督的 力量 你就会 变成一个 刚强的人 就 可以帮助你 解决 你所想不到的 问题 所以我们是 需要 主耶稣 基督 做一个 好朋友 那 做好朋友 的几点 希望 大家 要 记住 我们 现在 我们是 地缺 是 是不能 少 这个 主耶稣 的 力量 我们 不能 少 要 这个 主耶稣 来 做一个 好 朋友 做一个 好 朋友 我们 不应该 怕 有害怕的 心 因为 上帝 不要我们 有害怕的 心 上帝 要我们 放心 放心 说 主耶稣 基督 要做我们 一个 好 朋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 把我们 心里面的 烦恼 的 事情 什么 都跟他商量 好朋友 是会听你的 那你也会听他的 这才算是一个好朋友 这就是 要做好朋友的 方法 跟大家 复习一下 就是说 要常常 跟他 说话 跟他说话 就是做祷告 那 还有 就是说 我这个 这个很明显的 我过去 有去外面 打那个高尔夫球 有几个朋友 那后来 我决定 就忙 忙了就 不去打了 不去打了 我这个几个朋友 都 都没跟他们联络 没跟他们联络 就 就好像 那个 那个 友谊 就比较 分开 友谊 就没有 那么密切 如果 我继续的 跟他打电话 联络的话 这样还 还保持 这个 密切 这个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 和主耶稣基督 谈话 说话 每天都要 把我们的心里面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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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给他听 这样的话 我们 就可以保持 这个 友谊的 密切 的关系 如果 能够和他 有 密切的 友谊的话 我们就 能够 放心 我们就 能够 相信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得到 他的 这个 能 他的 这个 这个 教导 他 这个 就可以 引致 我们 就 好比 说 我们 有 这个 钥匙 要 给他 给他 做 这个开车的 这个 驾驶 车子的 我们的生命 是完全 要 要 交给他 那 这样的话 就 就 就 要 靠 这个 我们 这个 的 关系 我们 关系 是不是 对他 很 密切 的 关系 那 还有 就是说 要 不要忘了 要把 圣经 打开 打开了 就 读 读了 圣经 就可以 听听 他 对 我们的 引导 对我们的 教导 教训 什么 都可以 听到 这样 还有 就是说 我们 就把我们的经验 全部的经验 都去跟 别人 分享 我们这样 做的话 就可以 得到 更多 更多 的 信 更多 的信 我们 每一次 我们把 我们的 经验 去跟大家 做见证的话 我们的 这个信 就会 增加 就是这样 我希望 大家能够 把这个 几点的 要点 去 那个 去 运用 运用了 你就会 得到 的成果 你就会 觉得 又 觉得 那个 成效 有这个 效果 效果 就 这个 和主 耶稣 基督 密切的 联合的话 一定是要 每一天 学习的 每一天 实习的 这样 不是说 一天了 隔一天 就说 要每一天 就好像 我们和好朋友 一样 我们去哪里 好朋友 也要跟着 我们去 就好像一个 影子一样 就是说 这个 要 要养成 这个习惯 我们要 依靠 主耶稣 是 每一个 时间 每 就是说 不能 缺少 你这个 电 电 你差 了 如果你 把这个 电 拉开 把这个 这个拉开 电就 失去了 光 所以 这个 要 这个电灯 要一直到 要亮的话 你就要 维持 这个叉 这个叉 叉进去 就亮光 所以要 维持 这个 有 这个 这个情形 所以 才能够 密切的 和主耶稣 基督 你这样 密切的话 你就可以 得到 很多 这个祝福 得到 很多 能 来 解决 你 生活上的 种种的问题 还 还能够得到 永生 所以今天 我跟大家 分享 就到此为止 希望 下次 再 跟大家 分享 我 非常地 感谢 主 希望 你们都能够得到 祝福 再见 见